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浩天 2月18日 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本人成立的慈善机构卡特中心发表声明 98岁的卡特在乔治亚的家中接受临终关怀 平静地度过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时间 声明说 经过一系列短暂的住院治疗后 卡特决定在家与家人共度余下的时间 接受临终关怀 而不是额外的医疗干预 消息传出后 各方都表达了对这位前总统的祝愿 卡特加上的民主党参议员、金星会成员拉斐尔沃诺克 赞扬了卡特的信仰 他说 吉米·卡特总统一个有伟大信仰的人 在这个过度的温柔时刻 上帝肯定与他同在 美国戏剧演员、政治评论家乔安·斯托尔特说 吉米·卡特是我有幸遇到的最善良、最有思想的人之一 他是我们当中最好的 共和党政治顾问罗基斯通则总结说 吉米·卡特不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但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一个诚实的基督徒 在中情局的滥用职专备公开后 他清理了他们的内部 罗沙琳是卡特的劫发妻子 今年95岁 两人结婚将近77年 这样一来 卡特不仅是最长寿的美国总统 而且也是拥有最长婚姻的总统 一人创造了两项记录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喜欢的第39任美国总统 他充满传奇又极具争议的人生 吉米·卡特出生在1924年10月1日 全名叫小詹姆斯·厄尔·卡特 但这个名字很少使用 当时美国正陷入大萧条时期 而10月1日这个日期 成了他后来与丹小平交往时的谈资 卡特的父亲是乔治亚州的农场主 他喜欢种植化生 喜欢谈论政治 对金星会信仰的忠诚是他生活的支柱 这也影响了卡特的一生 由于家庭殷实 卡特的童年很顺利 他也有更多的精力去读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卡特先后在乔治亚西南大学 和理工学院读书 1943年 卡特进入了马里兰州的 美国海军学院及安纳布里斯军校学习 毕业后不久 与罗沙琳·史密斯结婚 并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在服役期间 卡特参与了 美国第一批核动力潜艇的研究项目 并且一路升到海军上位 从军期间 他获得了美洲战区战功奖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 中国服役奖章 国防部服役奖章等等 也许是对真正的厌倦 1953年 父亲鄂尔卡特去世 卡特选择了退役 与罗沙琳和他们年轻的家庭 一起回到了乔治亚州的布莱安斯镇 接管了家族的花生生意 到70年代中期 卡特的农场已拥有土地3100英亩 资产总值100万美元 是当时的百万富翁 1962年 卡特进入乔治亚州的政坛 从当地的学校董事会到州参议员 他的亲民作风 逐渐成为普莱安斯镇的头面人物 1970年 被称为香巴佬的卡特 成功当选为乔治亚州第76届州长 作为民主党州长 卡特就任后强调政府效率 社会生态学和消除种族隔阂 他精简机构 大刀阔斧地把原来州政府的65个机构缩减为22个 诊断财政制度 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 加强法治 还把马丁·路德金的肖像挂在了州议会大厦 启用黑人参战等等 这一系列做法 为卡特树立了最有成就的州长形象 这些做法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共和党的做法 其实 现在的民主党不断扩大政府权力和民众的极端自由主义 也早已不是犀热的民主党的理念了 不过 按照当时的州法律 州长只能任其一届 1974年 卡特卸任州长后 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 虽然没有显赫的背景 也缺乏全国性政治力量的支持 但卡特以直言不讳的尽信会道德 不懈的努力和有计划的竞选活动 使他获得了大批南方选票 在1976年7月获得了民主党提名 当时 美国饱受越南战争的困惑以及1974年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影响 卡特承诺不再欺骗美国人民 他在竞选时经常说 如果我对你们撒谎 如果我做了误导性的声明 请不要投票给我 我不配当你们的总统 最终 卡特在1976年的美国大选中 以华盛顿局外人的身份获得了成功 当选为第39任美国总统 就任总统后 卡特第二天便特赦了所有越南战争的逃避兵役者 在内阁设立了两个新的部门 能源部和教育部 他的目标是让政府有能力 有同情心 他力求加强平易近人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时 穿着及言谈 均不拘行事 不时举行记者招待会 并避免总统的排场 1978年9月 卡特将以色列总理贝金和埃及总统沙达特 留在谈判桌上13天 最终促长了中东和平 三方签署了著名的戴维尹协议 然而 他最初建立起来的声望 在随后的政治善哑中逐渐消失 作为温和的民主党人 卡特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总统 1979年 卡特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危机 在国内 遭遇了能源危机 出现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智障 两位数的高通胀 高失业率 再加上宾州的三里岛核事故 在国际上 遭遇了伊朗人质危机 抛弃台湾与中共建交 苏联入侵阿富汗等等 民主党不愿意接受他 实际上 卡特之战时更像一个技术官僚 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 比竞选时更加进步 但他在预算上是一个鹰派人物 经常激怒更自由的民主党人 共和党人则把他当成笑柄 讽刺他是一个倒霉的自由主义者 当时 民主党在参中两院均占有绝对多数席位 但卡特雄心不不的社会、行政、经济改革方案 却在国会受阻 特别是保守派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 联合阻止他的法案通过 这导致多次短暂的美国政府停摆 保守派认为 他未能彰显和恢复美国的传统价值 如对堕裁合法化的问题 而自由派则认为 他无所作为 选民对卡特政府的信任跌到了谷底 特别是伊朗人质危机 1980年4月 8名美国人在解制人质的行动中丧生 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80年 只担任了一个动荡的四年任期后 卡特被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 卡特连任失败后 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总统之一 在离任后 他说自己低估了 与华盛顿的权力前个打交道的重要性 包括华盛顿的媒体和游说势力 现任总统时 57岁的卡特基本上退出了选举政治 他与妻子罗沙琳四个孩子 孙子和曾孙 一起过着卑微的生活 沉默几年后 卡特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 1982年 他创建了卡特中心 搬走于各国之间 倡导世界和平 调停各种战争与人质危机 2002年 卡特被授予诺败尔和平奖 作为政治家 卡特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和平主义者 这与川普有相似之处 他反对小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 批评华盛顿成为军火商的工具 然而 卡特在任时的最大败笔是他秘密与中共接触 抛弃台湾 拥抱中共 1978年12月 卡特在未经国会或要求国会统一的情况下 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与中共建交 与中华民国断交 并由在台湾的美国大使安科智通知总统蒋金国 由于此举并不符合传统的外交惯例 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钱富曾批评说这是无理之举 而同一时间 美国国会也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 《定立台湾关系法》以取代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规定 假使台湾的安全受到威胁 美国有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卡特也在稍后签署了该法案 当时 为了和中共接触 卡特绕开了美国国务院 所有的喊电都是通过白宫直接发往北京 并从北京回复白宫 谈起这段往事 2019年1月 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 卡特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仍然对自己任内与中共建交抛为满意 认为自从和中共建交以来 太平洋没有发生过一次战争 而美国却一直在战争中 他说 我当年在海军 在潜艇服役 我们有过一次全面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韩战 那是我在太平洋 我们目睹过越南遭受的破坏 我们在太平洋卷落过一系列的战争 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 所以我想建立和平 自1979年以来 太平洋没有发生过战争 部分原因是我们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卡特还说 邓小平是他真正的好朋友 卡特说的是 1978年年底 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但小平向卡特承诺 中国将实现改革开放 作为曾经的军人 卡特目睹着战争的残酷 希望太平洋实现和平 这可以理解 但是 中共并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它是世界和平的真正破坏者 是中国人民的馈资手 对中共本质的缺乏了解 成了卡特政治上的最大失败 也让他成为养虎为患的美国总统第一人 11月1日是中共见证日 正好是卡特的生日 他认为这是一种必然联系 让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感兴趣 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 这具有重大意义 1979年1月至2月初 邓小平接受卡特的邀请正式访问美国 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也是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唯一一次公开出访 卡特在任内没有访问中国 但信任后不久就访问了北京 得到了邓小平和时任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年的高规格接待 川普曾经说过 卡特是一个好人 但是一个糟糕的总统 说卡特是一个好人 是指在离开白宫后 卡特花了大量的时间为世界和平和人类体质疾病所做的贡献 同时 他还建立了美国最著名的慈善机构人人家园 教授人们学习圣经 他每隔一周就在乔治安农村的一个 进信会教堂教一次圣经学习 他最近教了第800节课 有时人们在外面等了一夜才有座位 2015年 91岁的卡特被斩断出患有转移性黑色素瘤 在他的肝脏中被检测到 并扩散到他的大脑 黑色素瘤被称为癌中之王 治疗难度大 知识率极高 2015年8月 卡特从肝脏中切除了一个小的癌变肿块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第二年 卡特宣布他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因为他的乐观精神 加上一种实验性的免疫疗法 已经消除了任何癌症的迹象 这是医学史上的抗癌奇迹 也是卡特个人的生命奇迹 说卡特是一个好人 还体现在 他是一个用常识思考的民主党人 在2020年的选举活动中 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 卡特中心首次将美国列为倒退的民主国家 自1989年以来 该中心检测了39个国家的110多次选举 卡特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监督美国大选的决定 称 倒退的民主通常以两极分化缺乏公众信任 民族或种族分裂和不公正为特征 人们担心选举结果不被视为可信或可能引发暴力 此外 作为一名民主党前总统 卡特支持老麦特拜登竞选总统并不让人意外 但是 他仍然说出了一句中肯的话 2020年 卡特在95岁生日的前几周 严肃地对媒体说 我希望有一个年龄限制 如果我只有80岁 如果我年轻15岁 我不相信我能承担我担任总统时所经历的职责 好 我们先说这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